众所周知 德云社的老爷们都是一个女儿奴 一群大老爷们都会围着女儿爱惜的不行 就连烧饼遇到近贺兰的女儿都变得手足无措 但遇到男孩在那大哭都不进行礼会 还在一旁开怀大笑 有句话说得好 无巧不成书 可能现实中有些巧合 比影视作品里的还要荒诞 让人嘖嘖称奇 11月2号 在相声行业的龙头老大德云社里 就发生了这样一件趣事 德云社的吉祥物 郭德纲的师傅侯耀文 留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侯震 他的女儿11岁生日 可是他的照片竟然跟德云社的 岳云鹏女儿撞脸了 就像是双胞胎一样像 这个拉小提琴的是岳云鹏的大女儿 他跟侯震的女儿确实很像 两个人都完美继承了自己爸爸的基因 尤其是标志性的脸蛋 侯震的粉丝看到以后 都说他的女儿太像岳云鹏的女儿了 两个人确定不是姐妹吗 正所谓无巧不成书 如果光看两个人的照片 恐怕谁也会觉得 这也是姐妹关系 侯震和岳云鹏的女儿 之所以会这么像 其实根源还是在两个父亲身上 因为岳云鹏和侯震 他们两个人长得就很像 两个人都是大脸盘子 侯震甚至要比岳云鹏还大一点 额头都很宽 耳朵很大 他们的女儿遗传了父亲的基因 自然也长得很像了 正所谓中瓜得瓜 中痘得痘 他们两个人像兄弟 女儿自然像姐妹了 如今侯震的女儿今年11岁了 侯震像岳云鹏一样 把自己所有的爱 都倾注到了自己的女儿身上 直到现在 侯震都没有让自己的女儿抛头露面 不像有些明星 早早把自己的子女带出来挣钱 侯震像郭德纲一样 看透了相声行业的人情冷暖 同样不希望自己的子女 继续投身到这个行业来 况且 以侯震在德云社的待遇 也不需要自己的子女那么累 岳云鹏跟侯震的关系是很好的 两个人都是德云社早期的元老 知道德云社现在的局面来之不易 两个人的女儿长得像 可谓是无巧不成书 也算是让两个人亲上家亲 侯震虽然说相声不努力 但是却比谁都快乐 这样潇洒快活的生活态度 或许更符合大多数人理想的生活 但是连利的人还真是吻 都不需要害怕 因为لة云上班